目前汽车作为一件普通的家用商品 已经开始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的行车安全 汽车预表盘上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警示灯 其实在汽车表盘上有一个锁明灯 一旦亮起就赶紧下车 完了小命恐怖吧 汽车行车电脑 基本上对汽车有着完全的监控 所以每一个部位发生故障之后 在我们预表盘上就会亮起对应的警示灯 从而告诉驾驶者和车主 需要立即进行处理 有的灯代表少游了 而有的灯代表的异常远远比这个状态严重很多 今天我们要来说的这个灯就是胎压暴警灯 胎压暴警灯从外观上看是一个很大的右星 中间一个感叹号 这种醒悟的标志 也从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要提高警惕 不然发生危险那就极其不好了 要知道胎压可是保证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 最重要的一个指数了 当我们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 胎压不稳定从而发生暴胎 那么所面临的危险是特别大的 而且如果车速过快的时候发生暴胎 极有可能造成汽车发生翻滚或者侧滑 尤其是在高速道路上 有70%以上的事故发生是因为汽车暴胎 所以车辆胎压暴警灯如果亮起 那么需要我们乘客立即下车进行检查 否则这样大的安全隐患上路 那真地球危险性很高了 其实汽车是一个比较精密的仪器 任何地方发生危险或者是不正常的运转状态 汽车都会跟我们显示的 从而避免掉这些危险 所以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 一定要紧紧观察这些数据 以保证汽车的可靠程度